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不好 对 因为我比较实在就是 不 你再实在你情伤不能这么低啊 天哪 对 然后主要是确实挺后悔的 因为不是我喜欢的 你想做 你想干什么 我想做那个活动策划 咱们把这件事重新梳理一下 准确地来说应该是这个学校不适合你 对 不适合 不是他不好 对 是 对吧 对 我的错 你这个在学校的时候啊 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在学校的时候 我是属于一个不爱说话 除非有一些正经事会跟他们聊一下 什么是正经的事 就包括就业的 不可看 你这上面干过挺多不正经的事啊 自己布置好场地 向男生告白 想带给他惊喜 带给他感动 让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日 结果他自己的浪漫行为 把男朋友吓跑了 问一下是男朋友还是潜在对象 是男朋友 其实刚刚认识的 您欢迎认识的 还有她有一位 我太尊识的 还有一个时间 最后就看了 就是女朋友 我学校 这种好专门 我说 还挺能打开 我说 这种好专门 到我 不仅 你 不得 我 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个男生混住 男女生混住 感觉有点刺激 说老师也不要给别人挖坑 我没有挖坑 怎么可能有男女生会出 以他这样的性格 他会说出什么话来 他果然说出什么 他这个反应不出所要 他反应跟常人不太一样 对 为什么那么注重住宿啊 我的资金可能也没那么充足 至于说可以就是负三压一 这个我都没有那么多的钱 所以住宿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他这么年级想这么多 我当年都没想这么多 今年毕业了哈 对 七八月份毕业 你说还没毕业 找的是七八月份以后的工作 不是 我现在就要干 我现在就要干 我现在倒是够直接的啊 我不可以 那你现在没有拿到毕业证 你也只能按实习 对 实习就实习嘛 反正我 反正我不让你实习次的 什么叫实习就实习嘛 只要能学习 然后又能有成长空间 就去呗 我没问题了 你有一句话 就是你拼命努力的样子很狼狈 但是很美 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会写这句话 反复的一个工作里面 其实确实感觉不到价值 而且感觉很疲劳 就觉得很狼狈 就为了赚这点死工资 我之所以上这个平台 就是其实鼓足了非常大的勇气 就是特别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为这个行业发光和发热 无论说薪资怎么样 只要是能接触这行业 我就很马俗了 我怀疑他到你们企业区了 会是一个炸弹 他经常语出惊人 来 第一轮选择薪资 还有七盏 接下来我们进天生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天生我有才也是一个创意点子分享 长知识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话 宣传力度就会很难 对 我有想到说 把场景布置到 就是穿越到六七十年代这个样子 以就是量票和饭票的一个模板 印一个就是长知识了的票 去换这个长知识的酸奶 一方面印象深刻回到以前 另一方面就是我喝到这个长知识 我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 长知识酸奶本来就是面向年轻群体 对 可以 如果群体更大的话不是 你要他也面向老年群体 对 毕竟我希望就是 好的东西所有人都要品尝得到 他意想天开 对 通过他刚才谈那个婚礼策划 和刚才这个长知识了的策划 其实他还是有点策划基因的 是吗 对 因为好的策划永远都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问题他不是情理之中 不不不 你像那个婚礼那个确实现在是 90%的婚礼的一个弊病 对吧 就围绕这两个人去展开 其实去了那么多人 大家都变成群演了 这是一次很好的这个 让家族或者家庭跟朋友之间 情感链接升级和发酵的 很好的机会 让他们都能参与你 我觉得这个点很好 对吧 长知识了这个也是用这个怀旧 加上这个 我觉得可以 你有点这个基因 我不太认同 就是我在你身上没有发现你 适合于干创意这个行业的这个亮点 小野 我也特别不同意你的观点 你那个要求是四万的策划 他今天要求的是四千的策划 不是 我不是说 他从始至终 我觉得非常的清晰 知道自己想做策划这些事 并且他也会一直为这个方向在努力 那我们今天虽然灭了灯 不是说因为觉得你不好 你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不能给你提供 特别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你刚才说的四万的策划和四千的策划 我知道有差距 那是什么差距 那是专业经验的差距 而不是他的创意天分的差距 那个小野 就是说我们确实在很多时候 不能拿我们有这么多人生经历 你想想你都比他大三十多岁了 你不能拿你经历那么多人生以后的评判标准 首先不能随着这个队 去评判一个这个大学没毕业的学生的思维和策划能力 你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把年轻人的这种梦想 当病毒杀死 真是我们做天使投资人 永远要客观地看到他们身上想过这样子 对 我可以就是进入一个企业 以学徒的状态去完成 主要是去一个大的平台就是想去学习 没有其他的那个奢望 如果有更好的空间发展 我会觉得更好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种创造力的一些东西 但实际上就是说 滴滴可能考虑的维度上面不是那么的深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的话至少是可以考虑的 从助力助起 然后这个目前的期望的薪水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上班期间刷到了领导一分钟前发的朋友圈 你会立刻点赞或评论吗 不会 因为在上班期间如果我点赞就没有我在网手机 你很聪明嘛 好聪明啊 他很机灵哎 那你什么你选择什么时候点赞呢 下班时间吧第一时间点赞 那也就是说在他发出了之后在下班之前这段时间你在煎熬 我不煎熬 不煎熬 我觉得如果领导的话很多人会给他点赞 他不会特别在意我的赞 哎 你们来解读一下他的答案 其实的话老板上班的时候他在发朋友圈 你看到你为什么不去点赞呢 我觉得没关系啊 丧凉不让下凉歪嘛 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 向上管理也是一门意识 不是 你说真的 人家点赞会不会认为他没有 不是 我觉得如果是老板真的在点赞的话 他跟你开玩笑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觉得你都能发我为什么不能点呢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老板下班提前走 我为什么不能矿工呢 老板上班迟到了 我为什么不来上班 这是两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没意思的吧 我觉得人家回答的挺好的呀 对呀 任何一个老板都不希望你的员工开小菜的 哪怕是一点点 而且我发现其实刷朋友圈 不是一下就能刷到的 你至少得花个两三分钟 刷到了 看到了你才会点赞 对不对 那说明你就是没有安心共苦啊 挺好的 来 第二轮选择序后来 剩下来的都是不介意点赞的 还有四盏灯 来 请翻牌 四千 包住宿北京 六千 不包住宿你写它干嘛 你这 不 我必须要特别澄清 四千 包住宿我没看错吧 包食宿 包食宿 包几餐 三餐 既然都有住宿 那我就问一下了 你那个住宿是单间吗 两个人一间 而且主要是在国贸住 不小心又炫耀了一下 你那可以男女混住吗 没有那么刺激 你那是单间吗 我们不是单间 在哪住啊 也在离国贸也不远 在东三环 因为我们的店就在东三环 杨泽西 你这边 有包住 住哪啊 国贸附近 行 那一男三女 三个女人都包住宿 还有包食宿 包三餐 就那个老男人 啥也不包 好 你考虑一下 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好吗 好刺激啊 去吧 好玩 在哪儿 第一盏 你一个小生的人 很熟悉 就是 是 对 然后 让人家的 故事 第二盏 好玩 这是 美女的 两盏 稍微加一点嘛 底薪的话 我觉得加到四千五 还是比较合适的嘛 对吧 小姑娘真的是不错的 库尔特是有提成吗 不是有点提成 因为我觉得这小姑娘 在市场价的话 四千五是值的 因为我很少帮助选手 来提升过薪水的 你啥很少啊 你颜值高的你都高 可以 我愿意加 对 美技好的理论 告诉我们说 看着美丽的 其实就值那些 你的这个怜香蓄意 感动了我 不不 这个我们还得尊重当事人 你要加吗 你们俩有提成 你加吗 我愿意给他加 那写上去吧 好嘞 这个要给布尔特点个赞啊 我不加 因为我觉得 我想看他后期的发展 因为我愿意给他 活动策划这个职位 然后我们刚刚拿到 北京艺术周的这个 这个艺术展的这个活动 所以接下来 有很多活动策划的 这个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应该薪资在六千家左右 好 考虑一下 好 来 十秒钟 幸福社 一咖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什么意思 古尔特你先打自己一个耳朵好吗 好 来 你告诉他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我现在的需求就是 希望尽快的实践 做一些实践策划 这些的一些方案 那你要人家加500干嘛 你不玩人家吗 我刚才特意问了一下 尊重你的意见要不要加 你要加 那脑子比较磨 选不选不选 就是我觉得 如果这位老总加了 这位应该也会加 你是利用他来让他加是吧 结果他没上刀 行的你可以呀 你不点赞的你 来来来去吧去吧去吧 特别开心 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行业 我一定向一些有经验的人 好好学习 成为一个优秀的活动策划的 这样一个人